大選將至各地選情告急 華聯地檢署近期獲報某平原立委候選人 地方莊角涉嫌以現金會選 傳貨23人到案 經警察官赴訓之後 4位選民已繳回收受的 14000元現金 其中一位陽性莊角羈押近見 約談包括莊角及選民 總共23位到案 經假官赴訓 其中有4位選民坦承收受賄賂 那本署針對兩位陽性的莊角 認為犯罪嫌疑重大 有延滅證據勾竄證人及共犯之餘 向華聯地方法院申請羈押 於109年的1月7號下午 華聯地院裁定 其中一位陽性莊角羈押近見 為了追查相關會選資金來源 地檢署將上上偵辦 針對地方莊角涉案情勢 本台記者報號截稿前 致電該候選人仍未接聽 另外在玉璃地區部分 檢方指出根據憲報 去年11月初 華聯縣區域立委某候選人 疑似透過玉璃證行政 融會系統預備以現金會選 經檢查官赴訓之後 此位到案莊角否認方案 預知請回 但後續仍會持續收證 該區域候選人跟當天 當天的確有跟玉璃證的行政系統 情融會系統的一些大樁腳有碰面 然後至於金流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完全實質的掌控 那針對這個案件 我們這邊也要必須做一個說明 我們後續還是會持續的去繼續的收證 地檢署也呼籲 購候選人務必遵守選舉規定 端正風氣 如有收到相關會選情 知識證 將會即刻偵辦 好 最新消息要帶你來關注 是針對全臺平地原住民 掃會選案 新竹檢調是 馬步停蹄全力查會 也查獲新竹地區手中平地原住民 立法委員候選人 裝繳現金買票案 新竹地檢署就表示了 從去年的十一月間就接獲勤資 指出本屆的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某候選人 在新竹市的競選幹部設有現金買票情勢 經過搜證之後 昨天見實際成熟 協同六名的檢察官以團隊方式來辦案 昨天假官指揮警方還有調查官去搜索三個地方 那總共扣得了手冊 手機 還有紅包袋 紅包袋總共有28個 裡面各裝有100塊的現金 所以總共有扣到2800元的紅包袋的現金 另外選民有繳回匯款8000元 那另外還扣得宣傳單76張 還有一些競選的文宣 競選的背心兩件 還有一個手抄的名冊等 這些當證物 新竹地檢署表示 昨天在三處所扣得手抄名冊 手機 紅包袋等物 並同步傳喚26人到案查證 檢察官訓問之後 有選民就繳回了共8000元的法所得 不法所得 另外有嫌疑人就交付賄賂最嫌重大 且有滅政串政之餘 已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申請揭押禁件 全案現在是仍然積極擴大偵辦當中